《經濟日報投資理財》周刊入面的重磅分析 今日推介長江基建1038 揀選原因是 長江基建是長和系環球公用事業的上市旗艦 業務穩健中不乏增長的機遇 加上2021年 預測股息率大約有5.8厘 是近期不少行業面對監管收緊壓力下的避險皆選 由長見公布的中期業績後 截至截稿之前 暫時有9間券商給予長見最新的目標 當中看得最淡的是摩根士丹利 仍然將長見的目標價有45元升至47元 以反映外匯升值的因素 摩根士丹利說 長見公司多元化的資產組合 令到他們可以較電能有略為高的增長 瑞銀早前發表研究報告 說投資者目前擔心內地互聯網行業的監管收緊 以及共同富裕政策潛在影響等因素 隨著央行潛在收水 股份估值向下重評或持續 在港股當中 該行較看好八隻股份 當中包括業務相對穩健的長見 策略建議上 長江基建近月跟隨大市回落 但上星期在43元的水平力見存定 加上股息率吸引 讀者不妨以今日開市價吸納第一注 如果大市再出現恐慌式下跌 令到長見股價有機會回落至40元以下 讀者更加加多兩倍注碼 可以買入第二注 短期目標是50元 但作為長線收息更為適合